黑心搜水油竟然还有未爆弹 前景持续的追查 结果发现了强冠下游 还有两家的食品大厂是没有曝光的 到底是哪两家呢 现在检警还不愿意公开 另外食药署也强调 强冠还向香港以及日本进口猪油 但是香港并没有养猪 这些油到底从哪里来呢 有名代就合理怀疑这些油 恐怕有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 1300万 我们都道歉 你国际社会道歉 六年丢到国外去了 痛批贫隆信政府六年来 查了四次郭烈城的地下游行 却查不出是搜水油 民众气炸说要给官员送中 民进党执政17年 政府缩绑再执持 不只官员查气慢半拍 检警现在追查强冠公司的公有链 又发现还有两颗未爆弹 而且都是大厂牌 到底还有哪两家用了强冠的搜水油 检警现在三间其口 有强冠离职员工爆料 年一月额高达13亿台币的强冠 其实除了跟郭烈城买缩水油 长期还向香港进口劣质油 十二数也证实 往是今年 强冠就向香港进口87吨的猪油 但香港根本没养猪 这些猪油到底从哪来 工友流向还在查 只是这些比臭水沟还要臭的劣质油 民众已经吃下肚这么多年 居然现在才被发现 记者郑银轩 周某翰 屏东报道